那你要求这个极小值啊 怎么求啊 这个大家应该更熟悉些了 要求它的极小值啊 你去求偏导不就完事了吗 我要分别对我的α1 对我的α2再去求偏导呗 因为事实当中啊 只有你α1和α2这两个式子嘛 你求整体的一个最小值 那必然是偏导等于0的一个地方啊 让各自的偏导分别等于0 对α1求偏导等于0 对α2求偏导等于0 那我们是不是能得出来一个极啊 α1等于什么 α2等于什么 为什么能得出来极啊 其实你看就是 当前这个式子啊 什么啊 这是一个二次项啊 对α1来说有二次项 有一次项 对α2来说也有二次项 也有一次项啊 只要它有一个二次项 那我最终必然能够求出来 它的一个极吧 所以说α1和α2 只要让偏导等于0 这个极是必然可以求出来的 而且呢 还是非常容易啊 就求出来它的一个极 α1等于什么 α2也等于什么 那到现在为止啊 咱们是不是求出来啦 α1是什么 α2又是什么 但是现在我们得想一个问题啊 刚才我说 咱们是不是有个包袱啊 不是包袱 咱们有个负担吧 所有的α1都必须是 大于等于0的呀 那这个时候你来看 咱们求出来解什么呀 α1大于0 满足 α2大于0吗 不大于0啊 不满足我的条件啊 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这个时候是不是说 我现在求出来解 没有达到我的一个条件啊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得重新去想了 我得想啊 当我这个解在边界的时候 它的一个值是等于什么呢 所以说啊 等于边界就是 要么α1等于0 要么α2等于0的一个时候 对于上面这个式子啊 我让它α1等于0 或者是让α2等于0 相当于啊 是求我们的一个边界点了 在边界点当中啊 咱们分别看了一下 对于我原始值 我α1等于0的时候 α2等于值 α2等于0的时候 α1又等于一个值 那这个时候在边界点上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说啊 边界点也得满足于 我们的一个条件啊 既然在偏倒出不可以 那我得解在边界上 边界上可不可以呢 对于这个式来说 α1等于0 α2还是小于0吧 还是不行 下面这个式来说呢 α1它是一个大于0的 α2等于0 这个式子怎么样 这个式子不就满足于 我的一个条件了吗 所以说啊 对于当前的这个任务来说 我要么让它的α1等于0 要么让它α2等于0 我的解必然是在边界上 解在边界上 我可以带入原始 带入原始之后 又求出来了一个新的结果值 那这样啊 咱们现在求了这么多啊 求出来什么了 是不是求出来了α1等于什么东西 α2又等于什么东西啊 咱们来看α1等于0.25 α2等于0 α3等于什么 α3等于α1加α2吧 所以说α3等于什么 α1 0.25 α20 α3等于0.25 加0 还是等于0.25吧 也就是说啊 到现在啊 我们终于求差不多了 已经把α1 α2 α3都求出来了 那对于上面这个式子来说 是不是说 一共就这三个数啊 把这三个数求出来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 到现在为止 我们终于已经把这个结果 已经求好了 求好之后啊 咱们来看 最开始的时候啊 我是不是说我这个W 它等于一个等式 它等于一个什么东西啊 咱们来看 所有的αI乘上YI 再乘上一个X 这是我的一个W 那你说你这个W有几个啊 就是你的一个列 比如说你数据是个三维的 那你这个W就是三维的 数据是八维的 你W是八维的嘛 所以说啊 咱照样往里带就可以了 来算吧 我得给他写一下 α1等于0.25 α2等于0 α3等于0.25 往里去带一呗 这是先来看α1吧 四分之一乘上YI YI它是正立吧 乘上1 数据点33 没毛病吧 加上α2 α2因为等于0了 0成任何数都等于0 所以说α2的对象 相当于约分掉了 α3 0.25成什么 成YI YI什么 它是一个负力吧 成了一个负力 然后呢 我的X什么 X它是一个E 这是我第三个要门点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就可以把我的W 给它求出来了吧 最终什么 W等于什么 0.25 逗号 0.25 这就是我的一个W W求出来完之后啊 那已经是万事大吉了 W求出来了 然后我要求B吧 B等于什么 Y等于WS加B 那B是不是等于Y减WX啊 就是一样的 Y你看 把这个 把这个 右边把这个东西啊 移过来 这不就是我的W吗 W相当于是WY加B 等于Y 只不说把它移过去了 B就等于Y减去一个WX啊 这就是我这个一个值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吧 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操作来说啊 是不是 我B值可不可求啊 你看 Y值是有的 是不是这个找任一个点都可以啊 找任一个点 任一个点当中 是不是 αI YI XI 这都有吧 所以说B能能求啊 B照样也能求 那对于当前这个事来说 你说 W你求出来了 B你也求出来了 这个式子 是不是就完事了呀 这个式子完事了 是不是说我平面方程就得构造出来了 平面方程等于什么 你看 现在是W1 W等什么 1 2分之1嘛 所以说 0.5倍的X1 再加上0.5倍的X2 你再减2等于0 这不就完事了吗 这不就是我的一个平面方程吗 所以说啊 到现在为止 咱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推导 终于啊 把我这个结果给拿出来了 结果 现在给大家解释了 我的SAM 我最终的一个决策边界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 那下面呢 咱们要来回到我这个例子当中啊 咱们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 你叫做支持向量机 我把这个值啊 分别写上X1 对应的是α1吧 α1啊 它是等于0.25 我这个 这是写这个刻上 α1 我重写一下 α1 它是等于0.25 α2呢 α2它是不是等于0啊 咱们该自己求解出来的吧 α3等于什么 α3也等于0.25 那大家现在可以想这样一个事 我W等于什么 W等于所有的α 再乘Y 再乘X吧 那大家可以看这样一个问题 在我求解我决策边界的这个W的时候 是不是说如果某一个α它等于0了 那跟它的Y跟它的X还有关系了吗 0乘上任何数都得0啊 所以说一旦有一个α值 它是等于0的情况下 这个东这个样本点它有用了吗 它就完全没用了吧 再说一遍 W等什么 W等于这是个累加核啊 等于所 给看下面的 我写的比较丑 看这个就是W等什么 所有的αi乘Y再乘X 那你可以想 有一个αi等于0的时候 是不是不管它Y 不管它X是什么 这个样本都没用了 因为这个样本乘上一个0 永远是等于0的吧 相当于是对我最终的结果 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个影响 那所以说啊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 在这里啊 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对于样本点来说 哪些样本点对最终的结果 产生了一个作用啊 是不是说那些α不等于0的 你看这α不等于0 这α不等于0 那你说最终的决策边界 由什么来构成的 就由这些α 它不等于0的样本点来构成的 也就是说啊 一个最终的结果是等于什么 是由它边界上的样本所构成的 而由它非边界上的样本 是没关系的吧 你看边界上样本 α是非0的 非边界样本 α必然是等于0的 这个啊 就是知识相机当中啊 它的一个通理了 所有边界上的点 α必然是不等于0的 所有 所有非边界上的点 α值必然是等于0的 那这个叫知识相机 大家明白了吧 知识相机啊 说白了 这个G指的就是 你的这个决策边界 你的决策边界是由什么来构成的 是由你的一些向量所支撑的 有哪些向量呢 有这样的一些支持向量 你看 x1我说它是一个支持向量 x3我也说它是一个支持向量 为什么 因为它们所对应的一个结果 它们所对应的α是非0的 α是非0 它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一个影响 所以说啊 我就说边界上的点是支持向量 非边界上的点 它就不是一个支持向量 支持向量会对我最终的结果产生影响 而非支持向量 它不会对结果产生任何的影响 这个呀 就是支持向量机的由来 整个的平面 整个的这个机 是由支持向量所构成的 这就是我支持向量机 SEM它的一个含义 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 这个非常重要啊 这个结论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基本上面试很容易问啊 就是α等于0的这个支持向量 和α不等于0的 它对最终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 那这个啊 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这个题就是我都见过无数次了 因为因为就是我之前读研的时候啊 就是看过很多动员都做校招吧 都做校招的时候 就是他们很多都想去面试数据挖掘 及学习的岗位 说到支持向量机 基本上都有这个问题 他都会问你 这个支持向量是哪些 它的α值等不等于0 有什么关系呢 那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 α值等于0的 它就不是支持向量 它对最终的结果半点影响都没有 α是不等于0的 这些就是边界点 边界点会对我决策边界的构成 产生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啊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啊 咱们接着来看吧 这块呢 就是我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啊 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咱们先来说啊 左边这个图啊 就是n等于60 右边这个图是n等于100 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当时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我看了一下 就是对于同样一个数据集来说啊 我取它的 比如说原来是一正常 它是120个数据点 我取它的一个子集 取60个点来构造一个平面 和取所有的数据来构造平面 我建立的决策边界 是不是一样的呢 咱们来看 只要啊 咱们来看我这画圈的 画圈什么 画圈的是支持向量 只要支持向量是没变的 你再往这个平面当中啊 加多少个点 加1亿个点 会对我的平面产生影响吗 都不会对我的平面产生任何的影响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在这里给大家强调了一下 支持向量是真正发挥作用的数据点 对于任何的非支持向量 就这一片 α值都是等于0的 那你说现在60个样本点 和120个小样本点 我构造出来的边界怎么样啊 从图上当中啊 一眼看出来了 边界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你添加那个点 只要添加的 它不是一个边界上点 对我最终结果都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这个就是我支持向量的一个含义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就是当时做一个实验 给大家看了一下啊 不同的数据样本点 会使得我们最终结果 其实来说呢 它是一个一样的 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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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1,4,5